大学十八十九岁的时候 男朋友的生日 哎 脑子有病 失恋的时候写了一本本子 16年9月5号来的法国 全是灰 你看 你管着没有了 哈喽 大家 我是Luna 今天的视频呢 是我的清理日记第一集 那因为我最近在家 给家里做了一个 彻彻底底的大扫除 我清理出了好多我要丢掉 或者是我不会再买的东西 所以我就想做一个视频 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做这些清理和收纳的 我就按照家里的功能分区 还有物品的种类分成 下面几个主题来跟你们分享 期间我会穿插一些好物分享 我平常比较常用哪些东西 都跟你们分享一下 这样你们看起来会更有意思一点 然后你们如果也要整理家里的话 可以把我的视频摆在旁边 跟我一起收拾 就像两个朋友一起在收拾房间一样 没有办法 疫情期间现在只能这样云郊游 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 就从最简单的地方开始 首先是个人财务 以及电子产品的整理 这个是不怎么用到体力的 然后呢我们来整理 我后面这个书桌上的东西 以及我后面这个杂物柜上的东西 都给你们看一下 我都买了什么 备食玩意 首先第一类 我觉得最容易下手开始整理的 就是结榜无用的会员套餐 首先把你的支付宝 还有手机银行账单打开 查一下你的扣款记录 然后你一定会发现 自己有一些什么月卡 年卡 会员套餐之类的消费记录 比如健身卡 电影卡 咖啡馆的卡 各种什么会员卡 摸着良心问问自己 到底用过几回这些卡 反正我自己是 我又花了好多没有用的钱呢 就不要说现在疫情期间 我出不去拿这个当借口 就算没有疫情 我平时可以随便出门的时候 其实我也用不到这些卡 所以如果你也发现自己 有一样的情况的话 赶快把这些卡都取消掉吧 还有一个很容易忽略的资费 就是手机上的付费APP 你就打开自己的那个App Store上 看自己买了哪些会员 像什么Netflix YouTube 还有什么微博会员 爱奇艺会员这一些 你可以统计一下 你买这些会员到底花了多少钱 反正我之前是买了很多App 我现在基本上都取消的差不多了 如果你真的不常用这些App的话 马上把它们都退定掉吧 或者有一些可能功能重复的呀 就看视频的 你可能买了好几个软件 你就留下来一个 把其他的都取消掉吧 就不要觉得一个App 可能一个月就几块钱 办一张年卡什么的 就百来块钱 其实这些消费累计下来 一年的话要花蛮多钱的 我以前也是觉得 买这些会员呀 可能会更划算一点 但是如果是你 真的没有这个习惯的话 你就算办年卡 你也不会经常去用它的 所以不要犹豫 把这些全部都取消掉吧 第二类就是 清理你的电子产品 像我最先做的呢 就是删掉我手机上 很多不会用的App 或者是可能功能 比较重复的App 我就全部把它们删了一遍 可能别人给我推荐一个软件 说这个软件好用 但是我自己用了之后 我发现 其实我用不来 但是我也没有删那个软件 我就一直放在那了 所以我之前手机上 还有挺多那种 我都不知道自己 什么时候下载的软件 还有一些 可能是买东西的时候 会用到的那种购物软件 但是你买完东西 可能就不用了 就是它的使用频率 可能就只有那么一次而已 这些软件 我觉得也是可以删掉的 你要是下次再买东西 再用的话 把它下载回来就行了 就不要让这些 无用软件堆在那里 让手机看上去很杂乱 删完这些软件呢 还可以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把你这些APP 按页面来分一下类 像我的手机 我一共分成了三页 第一页是我要严肃认真 做事情的时候 需要用到的APP 像时间管理啊 记账 还有学习类的软件 然后中间页 就是最基础的系统应用 像手机基本功能 需要用到的一些软件 第三页就是乱七八糟的一些APP 就是真正玩手机的时候 可能玩游戏啊 聊天的时候 要用到的软件 我就全部把它分好类 放到了第三页 所以我平时要控制 自己玩手机的话 我都一般会把手机 停留在第一个界面 就显得我APP很少 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自然也是在骗自己啊 第三类要删的东西 就是对我自己来说 比较难搞的 就是所有的照片 我手机里应该有 上万张相片吧 那现在我删到了 七千六百六十五张 删不下去了 就有很多那种 没有用的截屏啊 就可能聊天的时候 会发给朋友一个截屏 然后我也没有删掉 就全部留在手机里面 还有什么 拍了一百张 一模一样的自拍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想的 然后还有匆匆的照片呀 也是平时看到它很可爱 我就会给它拍很多照片 但是都留在手机里面 其实挺占内存的 而且有时候 你要找一些 真正重要的照片 你可能会找不到 你看这种 匆匆的照片 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它的照片也是 好多张一模一样的 我就是都留在这里 但最近这段时间 我就是反正有空 我就删一下自己的相册 真的是太多相片了 然后上面手机 删掉的这些东西呢 基本上iPad也是同样的操作 就如果你们的iPad上 也像手机上有很多东西的话 可以趁这段时间 反正没有事情做嘛 就拿删一下 删完之后呢 真的会觉得自己轻松了很多 下一个是关于电脑清理的 我推荐你们用一个软件 叫Clean My Mac 这个软件也是我最常用来 清理我的电脑垃圾的 它可以定期给系统做健康体检 清理电脑的垃圾 还可以彻底粉碎一些 不太好删掉的文件 还有像电脑里面的文件呀 如果你也像我这样刚毕业的话 其实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 用的一些笔记 还有课件 现在都用不到了 所以我是把这些文件 全部传到我的iCloud 和我的那个OneDrive里面 很多云端其实都可以用的 你们就随便选 你们最喜欢的来用 我这样清理一遍下来 我的电脑真的变快了 好多好多 原来我还觉得电脑挺慢的 其实就是平时 没有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嘛 定期删一下文件呀这一些 好那做完这些无形的清理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做食物的整理 刚好给你们看一下我的书桌 还有我后面那个杂物柜上 有什么东西 那现在你们看到的呢 就是我的书桌 其实我也是今年2月份的时候 把它改造了一下 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这个是我在网上 二手买的一个置物价 刚好跟我的书桌尺寸很配 这个原来是个纸巾盒来的 那是放纸巾的这个地方 然后另一个纸巾盒 这个纸巾盒是放我梳妆台上的 但是我现在没有梳妆台了 我就把这个拿来当成我的笔架 我觉得它就是特别使用 你看这边我都放一些 我平时要用的便利贴 这种小胶水胶棒 然后这种薄荷油 我也是还 又是开了好几个 但是都没有用完 然后还有U盘 小的材质刀 透明胶 这些文具类的用品 我就全放在 就都在这一边 然后这边都是我的笔 然后这也是一个护手霜 然后这也是 又开了一个护手霜 我现在不知道我家里面 到底有几个这个护手霜 然后这也有一个 所以我的护手霜 简直是散落在我家各个地方 这是我朋友18年的时候 送给我的 当时是我特别特别 抑郁的一段时间 他就送给我一个 这个憨豆先生的小熊 就我一只 他一只 给他放在这 然后一只端庄的熊 这一格就是这样 然后这个架子 也是我在淘宝上买的 也是很适合放在书桌上的 你看这下面就可以放书 然后这一格 我是专门来放一些便利贴 就各种颜色的便利贴 还有我的计算器和笔合 这里面就是些杂碎的小文具 小杂碎的东西 就全都放在这个小抽屉里 然后上面就是 这个是我原来在淘宝上买的 想说买来拍一些产品图的时候 可以用来装饰一下 但是现在也没什么用了 就放在这里 假装我是一个有花的人 下面这个是我种的一个多肉植物 这个彤彤我觉得挺可爱的 它是一个零钱夹 它是我当时找一个日带给我买的 好像人民币只有100来块钱吧 但是它是质量特别好的 虽然它现在上面很多灰尘 它里面就可以装印一并 然后这样打起来 特别可爱 我这个球就是一个按摩球 就可以平时写作业打电脑打久了 按一下肩颈用的 然后就没有了 就是一些小的纪念品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当时 在瑞士的时候买的 去瑞士的雪山买的 我觉得特别可爱 放在这里 然后上面这两格 就是我放化妆品的地方 你看这也是个纸巾盒 但上面就可以拿来放一些 气垫和散粉 这边也是第N个护手霜 这真的是一格一个护手霜 然后像这个纸巾盒 我觉得特别好用 你看它旁边收纳的这个功能 又可以放小口红 后面放一些粉底盒 唇膏之类的 旁边这个盒子里是我的头绳和小发卡 然后这里有一个卡片 是我之前去一个教会的时候 别人给我的 精明的人隐藏自己的知识 愚昧的人心却显出欲望 我觉得这句话我特别喜欢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这里 这上次回国拍的照片 跟我妈这个是一套的 然后这里也是 全都是我的口红眼影什么的 这一堆都是刷子 然后睫毛膏之类的 就不跟你们细讲了 上面那个照片是我 20岁的时候吧 好像狗妈照了 你看我当时头发还这么长 一直长到屁股了可能 好了就基本上没有了 最后上面也是我一些 杂七杂八的东西 我的书桌就是这样 这个是我每次清理书桌 都会用的一个清洁软泥 其实这个法国肯定也有卖 这就亚马逊上 或者法国的超市 但是我没有怎么去找 所以就回国的时候 顺便在淘宝买了几包 这个我使用频率其实蛮高的 这特别是每次打扫书桌的时候 都会用到它 它里面就是这种很恶心的软泥 这边扯一点出来 然后比如说你看键盘上面 这些缝隙的地方 你就可以拿它来这样滚 你看这里还有毛毛这些 这样一滚它就没有了 然后还有这里也是 我觉得养了猫之后 使用这个就更加多了 那这样滚过去 就全都黏干净了 然后还有这个毛也是 你看上面全是灰 你看一滚就没有了 火是不是很干净 还原它本来可爱的样子 好的 像键盘里面如果有什么清理不到的部分 我就会拿这个刷子 你看这样把它刨一下 它在里面超多的 然后再用这个一滚 就干净了 你看像这种小缝隙 就可以把这个泥挤到里面 搓一通 就会超级干净 这个泥现在已经没有这么黏了 就已经沾了太多灰尘了 然后就可以换一坨 继续沾 然后清洁屏幕的东西 这个也是我在淘宝上买的 是喷一下 然后就用那种擦眼镜布的东西 擦一下就可以 好了 这样我的电脑就干净了 这个架子也是在淘宝上买的 就可以把电脑这样架在这里 平时打字的话 眼睛跟屏幕还是保持平行的 就不会太累 然后这下面又可以写一些东西 然后对了 这个垫子也是在淘宝上买的 因为这个也特别使用 但是它因为我之前在这上面吃饭 那锅子把这个膜有点烫坏了 所以这里有一些印记 有一点小恶心 但它总体来说还是很实用的 打算解封了之后再去买一个新的吧 这个是我读书的时候 当时很喜欢看黄甸甸的视频 也是它分享给大家的 我也还蛮喜欢用这种表的 就把它放在这下面 然后你看我电脑 如果平时不用的话 我就会把它收起来 收到这里面 然后电脑也是可以 可以放在下面 这样 这个小木板子是在宜家买的 平时就把它放在这 架着手机用 然后你把它丢到一边 就会很专心 你不会想去拿手机 然后最后是这一边 是我的台灯 这个小米的台灯 就可以调这种很柔和的黄色 或者是比较冷的这种白色 但我一般喜欢用比较黄一点的光 然后下面是我睡觉要用的东西 你看这些地眼液 睡眠喷雾 加湿器 小盒子里面是我睡觉经常用的东西 你看又是护手霜 这个是焦兰的熬夜霜 比如说熬个大夜啊 我会用这个来自我安慰一下 其实我觉得 哎 作用也就那样 可是是我睡觉会喜欢涂的一个唇膏 这个真的可以用超级久的 我觉得基本上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涂它 然后现在都还剩很多 那这边就是我的精油 然后又是一个眼药水 这也是我经常会用到的 一个睡眠耳塞 然后这里贴了一个小猫 因为我房间只有一间嘛 匆匆有时候半夜睡醒了会去拉屎呀 我觉得特别吵 然后我要是半夜被吵醒了 我就会把这个带上 就可以很快就睡着了 我还有一个东西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 就是这种小扣子 我在亚马逊上买的这种 是这种一颗一颗的小扣子 挺便宜的几块钱一包 然后里面有超级多的 你就可以把它粘在桌子上 固定你的数据线电脑线之类的 如果在淘宝上买的这种有三个接头的就比较方便 基本上充什么都可以了 像这种安卓的 苹果的 然后还有电脑的 这都可以用这条线来充 平时就是把它这样或者藏在这边 或者是这边还有一个 也是之前在淘宝上买的 就也是一个固定数据线的小托托 把它贴到桌子上 然后你的数据线这样 就不会乱跑了 说说下面就比较凌乱一点 这边就是全是电线 我打算封城之后去买一个那种电线收纳盒吧 把它收纳一下 然后这个东西是我冬天用的很多的一个暖脚宝 可以把脚放进去 然后它就相当于一个电热台 旁边有这个加热的功能 它还有两个档位 一个高档一个低档 或者冬天要是没有这个 我觉得我都不能专心 坐在桌子上学习 肯定要躲在床上 它这个套子是可以拆下来洗的 然后这个我就可以拿去洗了 把它收起来了 因为现在天气热了 然后下面这个储物柜呢 就是我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我平时要用的文具啊什么的 都全会堆到这三个抽屉里面 然后上面这个位置刚好放了一个打印机 就还挺省空间的这样子摆 那我们现在先来清理一下这个置物柜 然后这第一个抽屉 就是我平时最常用的一些拍照的设备 充电宝 移动硬盘 然后还有这些小卡包 这卡包里面都是放了我的一些购物卡 其实都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你看像这种健身卡 可以扔 购物卡 其实现在抱一个号码都可以用了 就不需要用到这种购物卡 然后钱包 我最近其实不怎么用啊 这是我和当时过年吧 送给自己的一个钱包 然后里面也是 当时去台湾和香港的时候 有的巴达通 还有这个悠游卡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两张 然后里面就是一些港币啊什么的 我都不怎么用了 这个钱包我觉得也是太大一个了 就买回来其实也不是很喜欢用 我还是用我的卡包比较多 还有这边就是我的相机架 这种一包包装好的都是我不怎么用到的数据线 这一包是里面是那个音频延长线 这边是麦克风的话筒也是不怎么用的 这个小盒子就是杂七杂八的一些数据线 也是一个卡包 都是一堆 没有什么用的卡 这个可以抽出来 这个不怎么用了 什么广西壮族日去图书馆的卡 为什么会带到法国来 可以扔了我觉得 你看这些卡全部都可以扔掉的 看看年轻的时候 给你们看一下我当时失恋的时候写的一本本子 写了这么多字 什么我的缺点 然后还有啥 什么反思 我拖延症各种不自律 怎么变自律 哎好幼稚啊 以前 这箱子里面都是我清出来要拿去卖的东西 也全都是贴纸 然后一些没有用的便利贴 我真的是囤了两三年 我都完全没有用过 只是当时有一颗伪学霸的心 你看这些毕业式 都没有用的 我就还有这一堆本子 我就打算全部把它们卖掉 或者送给别人吧 这个柜子里面也是我一堆 很多没有用的备食玩意 钥匙扣 太少女了 我也不好意思挂 这个是我经常出外面用的 装那个数据线的小包 这个是我的护照夹 是一个小桃子 这张是我旧的居留卡 然后还可以放一点钱啊 证件照之类的 这是我的宗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好 我是16年9月5号来的法国 差不多要4年了 我的天呀 时间过得好快 然后 天哪 这个鬼东西 这东西是我当时不知道是看了哪一个博主的视频吧 我觉得特别可爱 就买了这个键盘 然后买了一大堆贴纸 把它贴成了这个画画的样子 然后我其实可以说一次都没有用过 然后还有你看都是我当时 就我20出头的时候特别走这种可爱风 然后买的东西都特别少女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老阿姨了 我觉得我也拿不出手啊 用这种东西 但是我还是时不时会有一下少女心吧 嗯 这一堆都是买的文具 你看这种贴纸 然后像这种最前几代的iPad吧 那么小一个 是刚刚出国的时候带出来的 我等会冲一下 看它还能亮起来 不 这小本作我还是留了几个给自己 就选了几个最喜欢的留着 其他的都卖掉 你看这两个猫的是我很喜欢 就把它留起来 就是我之前过生日的时候 我公司的经理他送给我的 这也是 这两个是他一起送给我的 因为我当时是第一份实习 很多事情都不懂 然后那个经理呢 又是一个特别特别有规划的人 我觉得我跟他也学到蛮多东西的 就我现在变得比较有规划 也是他教给我很多东西 然后这个就是他当时生日的时候送给我的 就说你要做一个有规划的人呀 然后你看这边是我当时 就要看18年八季的帐了 这个本子我蛮喜欢的 这个也是当时出国的时候 因为我当时读大学的时候 很喜欢用这种黑色的水星笔 但是来这边以后发现 大家都是用圆珠笔嘛 也比较方便 这一包就没怎么用过 嗯 留在这儿 好了这个就是第二个柜子 这个柜子还有一点空 没有什么东西 这个键盘我会找机会用它的 不然就把它卖掉 但是我觉得也不会有人买这么幼稚的东西了 这个柜已经吃饱了吗 哦给你们看我刚才把这个ipad充起来 里面居然是我小时候跟我妈妈的照片 你看我小时候长得好丑 但是我妈就很漂亮 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 我好像忘记密码了 天哪 啊密码是什么 完了完了完了 哦悲剧 我忘了密码是什么 我终于打开密码 我试了半天 然后密码居然是我大学18 19岁的时候一个男朋友的生日 哎脑子有病 居然还能用哎 然后你看我的屏保的时候跟我妈 小时候的样子 好好好 哎我来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东西 哇你看我16年的时候 当时好喜欢高一乡 如果你要问我最喜欢哪个男明星的话 我觉得就是高一乡 啊难过 哦这是我16年的时候 还没出国呢 这是这种做做的照片 你看我一乡好做做 哎呦 看还有什么 这个什么 哦这是那个什么 城市猎人吧 你看他好帅 小池 还是可以用的嘛 我肯定要把它卖掉吧 卖10块钱 那等会再想一下这个东西怎么办吧 少女时期的回忆啊 简直 我这个密码我必须把它改掉 我真的太好笑了 好了 那继续来收拾别的吧 像我会用这种大的文件夹 然后上面写清楚这一类文件的类型 然后把这些整理的资料全部都放进去 这边就是我申请居留 还有一些学校里面的成绩证明 然后这样全部捆好一包 它也不会乱 我也知道这里面大概都有些什么东西 我觉得第三个抽屉基本上就是放这种证明类的东西 然后还有这些 这个文件袋是在淘宝上买的 买了两个 它是那种软皮质的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这个袋子里面就是放一些我旅行用的票根 什么登机牌呀 然后去哪一个景点的门票 我就都放在这里面 最近这段时间都要用口罩 然后这个柜子里面刚好塞得下 我就把口罩这些全都放到这个箱子里面 啊 这都是我的财富 感谢给我送口罩的朋友 好了 那我这第三个柜子就整理好了 这个iPad 我觉得它去世了 我从早上把它恢复 出厂设置恢复到现在 它一点反应都没有 然后书桌右边就是进门处这个走廊 这有一整排的这个置物架 我觉得这个置物架也是 我在整个家里面最喜欢的一个地方 上面全部放着我买的一些有用没用的小东西 相当于一个小货架吧 我平时囤的货呀 那这个都是我的香水 这一盒有全是指甲油 然后第二层 这是我的一些小首饰 平时买香水送的赠品的小样 我就喜欢放在这里面 试一下哪个比较香 如果真的很喜欢的话 就可以去买正装 然后这个箱子里面 是我所有的隐形眼镜 用的盒子 还有滴眼液 然后这边也是一些药 下面也没什么 这个是匆匆的东西 它清理耳朵呀 眼睛呀 然后刷牙用的 还有小罐头啥的 然后这一坨 我每一次给它梳了毛之后 我就囤下来 我特别想做一个粘毛的玩具 然后就先囤着 看能不能做出一只猫来 哎 有点小恶心 那这边都是我的保养品 然后这种皮质护理的东西 清洁用的东西 我就会放在这一格 基本上就是这样 就简单跟你们介绍一下 我给你看这一把 这个盒子也是些零碎的东西 这个魔脚膏啊 当时买了几个 然后我就东丢一个 西丢一个 丢了一个呢 然后又开一个 结果发现原来那一个又找到了 所以你看我开了三个在这 护手霜也是 你看我这边开了一只两只三只四只 基本上都是开过了 我也不知道我哪来这么多护手霜 那都是放在这儿 这不是一个好习惯 我现在也在改啊 然后这边就是匆匆 竖毛的时候用的刷子呀 然后它的小零石 我就插在这个地方 这个小格子我觉得蛮好的 也是淘宝的时候买的 这个小箱子是我的药箱 里面全是我刚才已经整理过一遍的药 这边是法国的药 其他这些都是中国的 就我妈买了之后 托朋友带过来呀 或者是我自己回国的时候带回来的 都整理了一遍 然后整理出来这一堆过期的东西 其实我发现药好容易过期哦 而且我有些都没有怎么用过 然后这些等会全都丢掉 药的话我觉得应该隔个半年 就检查一次吧 因为药真的还蛮容易过期的 而且平时也不会怎么注意的 然后这边这个是他吃饭的地方 上面是他三个月的时候 就有个摄影师给他照的 我觉得他小时候还没有现在可爱 就是越长越可爱了 刚刚回来看了一眼 又发现过期的东西 这个低眼液已经过期了 然后这个支架油我也要丢掉了 它已经凝固了 就不能再用了 这两个隐形眼镜也是刚才收拾出来的 挺可惜的 这个隐形眼镜我特别喜欢用 它是这种一片一片的 可以放在钱包里面印个集的时候用 但是你看我原来买了太多盒了 这两盒完全是全新的 但是它们都过期了 然后你看这里还有一盒 没有开封过的 这个是22年过期 但是这两盒就已经过期了 好浪费 但是没有办法 过期就只能丢掉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要忘了帮我点个赞 或者你们还想看其他的主题的话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下一期视频我们来清理厨房和浴室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的视频 那谢谢你们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 我们下个视频 2 5 2 6 6